阿富汗官员说 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在东部城市霍斯特 向一个警察局发动袭击 炸死至少9人 另有30人受伤 霍斯特省警察总长说 至少两名警察在星期五早上发生的爆炸中被炸死 同样在星期五 北约说一名士兵在阿富汗南部的爆炸袭击中被炸死 另一名北约士兵星期四 在阿富汗东部的激进分子袭击中被打死 北约还没有公开阵亡士兵的国籍